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噪音大也就算了 声音还特别刺耳 自己听着呢都烦心 烦死了 但秉着豆浆入口活得长久的生活态度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破壁机低噪音的相关资料 发现很多品牌近年来都推出了静音破壁机 宣传自己的噪音在60分贝以下 那60分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20到40分贝属于安静的范畴 40到60分贝呢 就是我们一般室内谈话的一个音量 而60分贝以上就算吵闹等级了 所以静音并不等于无音 这些破壁机更应该叫轻音或者柔音破壁机 为了验证这些柔音破壁机 到底能将噪音降低到什么程度 我们决定买几台回来试试看 在选品阶段 我们选择了官方宣传噪音在60分贝以下的 那刚好就发现它们价格都在千元以内了 所以我们直接考虑了千元内销量比较高的 同时由于破壁机的品牌比较繁多 所以还是选择了知名度比较高 和各个平台推的比较多的品牌 那最终筛选出了如下这6款柔音破壁机 它们分别是339元的安本素 429元的蓝宝 439元的小熊 459元的西乌 479元的大鱼 和699元的美帝 那柔音破壁机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降低了噪音呢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它们的主要建造原理 那也很明显啊 这6款破壁机和传统破壁机相比的话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变好看了 和传统破壁机相比 从外观上来看 最大特征就是多了一个隔音罩 通过这个罩子来削弱声音的穿透力 这就属于蠢蠢的物理降噪了 那除了隔音罩 柔音破壁机其实也有其他的降噪设计 比如用嵌入式的杯体来减少杯底轴承运作声音 或者下沉式的底座来减少杯体工作时的震动 还有就是消音阀的设计等等 但都没有隔音罩来得直接有效 好了 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来测试一下这些柔音破壁机的降噪能力到底如何 破壁机大家买来用的最多功能就是打豆浆 所以 我们就看看各款破壁机在打豆浆时的一个噪音表现 在进行噪音测试的时候 我们也加入了一台苏博尔的传统破壁机来进行参照对比 我们放入50克的生环豆 500毫升的水 和上杯盖 根据不同破壁机的设置方法 启动了这7台破壁机 先来听听看传统破壁机的噪音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听一听这6款柔音破壁机的噪音情况 哎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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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问 哎ー 停了一轮下来之后 可以发现部分揉音破壁机的声音确实是变小了 在听感上没有那么刺耳 同时我们也将每一款破壁机的噪音表现进行了排名 可以看到西乌 小熊 大宇 美帝 蓝宝 这五款揉音破壁机的噪音确实是比传统破壁机要小了一些 但距离官方宣传噪音值还是差的挺远的 这边要批评一下安本素 它的噪音竟然比传统破壁机还要高 这就纯纯属于反向降噪了 虽然在数据上揉音破壁机降低的是不多 但从听感上来说 我个人感觉部分揉音破壁机确实是有效果的 看到这里很多观众可能和我们有一样的思考 既然隔音罩确实是有用的 那我在传统破壁机上加上一个罩子 是不是也能达到相同效果呢 所以我们也在某宝上买了销量最高的两款DIY隔音罩 来验证一下想法 我们先来听一听第一款隔音罩的效果 确实是有效果的 数值也达到了揉音破壁机的程度 看来我们的想法还是没错的 那再来听一听第二款的隔音罩效果 我只能说这款隔音罩它是这个 噪音数值上和没盖罩之前差了20分贝 轻感上也是好了不少 降噪效果也是超过了溶音破壁机的 可以说是目前降噪的最强手段了 但这种外置的隔音罩缺点也就很明显 首先就是它们的价格 以我们买的这两款为例 第一款是42.8而静音效果更好的第二款 则需要147元 感觉还是有点小贵的 其次就是它们的操作也比较麻烦 由于罩上罩后 你是没有办法伸手进去启动破壁机的 所以每次使用的时候 你都需要先设置好程序 然后罩上罩子盖上盖 当然程序结束之后 也需要你揭开盖 拿走罩子才能倒出破壁机里的食物 这个过程还是有点点不太方便的 第三个就是隔音罩的散热比较差 正常破壁机在打豆浆顶 需要加热食材的时候会排出热气 而照上外置的隔音罩之后 就只能从上面的小孔进行散热 虽然第二款隔音罩有借助小风扇来进行散热 但毕竟它的价格也是比第一款要贵了100块钱的 最后要说的缺点就是它俩的外观 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优雅 不管你有多好看的破壁机 罩子一罩 那就是一家子兄弟了 但如果你就想追求更好的降噪 并且能够接受上面的缺点 那买一个回家也不是不行 除了噪音 打得细不细腻 也是我们选择破壁机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般来说 破壁机的刀头越多 搅拌的功率越大 转速越高 打出来的食物也就更细腻了 在这六款柔音破壁机当中 除了安本素是八页刀头之外 其余的五款都是六页刀头 在官方宣传的电机转速上 大部分是2万到3万转左右 而西屋则是达到了43069转每分钟 不得不说西屋的转速不仅高 而且还能精确到个位数 真的是有够严谨的 但我们再加上搅拌功率来看 西屋却只有500瓦 比最低的小熊只高了100瓦 和最高的美帝差了有300瓦 那低功率搭配高转速 究竟会不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呢 我们还是通过实际的搅拌结果来看看 在打豆浆时候 我们也将豆浆进行了过筛 观察它们的残留情况 表现最好的是美帝和西屋 基本没有残渣和泡沫 看来高转速和低功率的搭配 也是能够达到一个不错效果 其次是小熊 稍微有点残渣和泡沫 接下来是大宇和蓝宝 两者的残渣还是比较多的 但蓝宝的颗粒感比大宇还要重一点 表现最差的是安本素 还有很多大颗粒的残留 所有这6杯我都喝了好几遍 总体的感觉下来就是美帝这一款 它的豆香味要比较足 喝起来的口感是比较浓郁的 剩下的几款其实都差不太多 但是只有安本素这一款 真的特别的淡 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像豆浆对了水的那种感觉 然后从拉散子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这6杯我觉得都有那么点拉散子 只不过相对来说 美帝这一杯的话要好一点 就是过喉咙稍微舒服一点 然后大宇跟西屋的话 会比小熊跟蓝宝的颗粒感更弱一些 最后就是安本素这一杯 怎么形容呢 它比前面这5杯都要拉散子一点 然后那个颗粒感是非常明显的 应该是这6杯里面最拉散子的 除了豆浆 榨汁也很能体现破皮机搅拌的细腻程度 在我们之前的破皮机衡品当中 就有观众指出 我们直接放一整颗苹果进去榨汁的方法 是不太讲究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准备了去核的苹果块和胡萝卜块 我们在每款破皮机中 放入100克的苹果和500克的胡萝卜 以及300毫升水 合上杯盖和静音罩 同样根据不同破皮机的设置方法 启动了这6台破皮机 打完之后我们过筛 看一下各自的残留情况和细腻程度 在残留情况上 最少的是小熊只有57克 后面依次是西屋65克 美帝久的7克 蓝宝106克 大宇109克 最多的是安本素 残留有117克 在细腻程度上 小熊和西屋是表现最好的 美帝蓝宝和大宇的颗粒就会稍微大一些 而安本素的表现依然是离谱 明显能够看到有很多大的颗粒残留 在口感上面 小熊和西屋是比较浓郁的 美帝蓝宝 大宇和安本素都比较淡 和它们的残留重量排序基本保持一致 除了上边的这些测试之外 我们也打了米胡 对这6款破皮机的粘底情况进行了测试 那说到粘底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们的底盘材质 这6款破皮机当中 安本素、蓝宝、西屋、大宇和美帝 都是采用不粘涂层的 只有小熊用的是不锈钢的底盘 我们给每一款破皮机当中 加入100克的南瓜 30克大米和300毫升的水 然后选择米胡模式 这里由于大宇和安本素是没有米胡模式的 所以它俩的选择是腐蚀模式 那设置好之后 启动了这6台破皮机 打好之后我们直接倒出米胡 观察它们的粘底情况 可以看到在有不粘涂层的5款当中 除了安本素的下凹底盘设计 导致了部分残留以外 其余的4款都没有粘底的情况 而不锈钢底盘的小熊 则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粘底情况 最后关于破皮机的自清洗功能 我们也是做了测试 不能说完全没用 就还是比较鸡肋的 不上手刷那是不可能的 在做完米胡之后 我们给这6款破皮机 倒入了各自容量的上限清水 点击自动清洗 启动了这6台破皮机 可以看到清洗结束之后 小熊的粘底情况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而其余5款的底盘还算干净 但每款破皮机都在杯盖 杯壁和杯嘴处 有不同程度的挂壁残留 特别是安本素和小熊 杯盖上既然还有残留的米粒 怎么 留着给我下次做米糊用吗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在每次自清洗节肉之后 还是老老实实拿刷子 多刷一刷 这里要批评一下小熊 我的手都刷酸了 也不能将粘底的底盘完全刷干净 这就属于比较致命的缺点了 好了 关于破皮机的测试部分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 它们在实际使用体验的区别 在杯体重量方面 由于安本素 蓝宝 小熊 大宇和美帝采用的是 电机和杯身结合的一体式设计 重量普遍会偏重 而吸污得益于分体式的设计 杯身只有1.5千克 对于力气比较小的朋友来说 还是比较友好的 在操作方式上 安本素 蓝宝 西乌 和美帝都是触控 大宇是波杆式的 小熊则是旋钮式 触控的设计在外观上看 会比较简洁统一 但它们的问题就在于 当你错过你想要选择的模式的时候 你就只能接着再点一轮 它没有返回的选项 而大宇的波杆 和小熊的旋钮则比较灵活 属于是可进可退的类型 在使用感受上 大宇的波杆还是挺有趣的 用起来也蛮解压的 而小熊的旋钮 也不是不好 就是松松垮垮的比较劣质 咱就说小熊这个质量 能不能再做得好一点呢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频显 6款破皮机都是采用LED屏 来显示时间 但这里我们也有两个 需要吐槽的地方 一是蓝宝和大宇 在做果汁这种冷饮的时候 它是能够实时显示剩余时间的 但是一旦到了豆浆米糊 这类需要加热的程序时 它在加热时是没有剩余时间提示的 只有加热完开始搅拌的时候 才会开始提示 怎么加热时间就不算时间了吗 第二个要吐槽的地方 相信大家也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蓝宝 你这个频显亮度也太暗了吧 正常灯关下 很难看出上面数字是多少 看着着实是费劲 通过我们对各项数据的排序打分 再加上我们的实际使用感受 这6款柔音破皮机当中 我个人相对会更推荐西屋的这一款 它除了噪音在这6款当中的优势不大之外 在另外两项细腻程度的测试当中 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分体式的设计也是在重量上比较友好 美的虽然在豆浆和噪音上会更好一些 但是240块的价格差距 我个人感觉是不太值的 而蓝宝和大宇虽然噪音处理是最好的 但由于降低了过多的转速 导致失去了破皮机该有的细腻度 我们是不太认同这种取舍的 所以并不推荐这两款 好了 关于柔音破皮机的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这一期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希望能够多多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我是爱生活麻君 我们下期再见